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Mr.Bear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 网络恐怖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杰珍 他们对于台湾各个层面 有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从以前来台湾观光旅游 感觉台湾不错 到真正落地生活在台湾 其实中间应该有一些 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那他们对于真正生活在台湾之后 他们觉得台湾又是怎么样呢 我先讲好的层面好了 像我们采访到的对象 蛮多都是喜欢住在台中台南 这些中南部的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可能跟香港的 生活环境的那个反差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部就比较慢 对部就比较慢 然后他的房租就比较便宜非常多 因为可能比如说他们像 在香港我刚刚讲说 一个小套房房租就要一个月五六万台币 一个月五六万的小套房 差不多多大坪数我们有个概念 五六坪左右 五六坪就五六万 哇很惊人 但是如果说他在台湾 像我们采访到一对夫妇 然后他带三个小孩来台湾 他们在台中住了一栋透天厨 那他一个月租金不是就两万五台币 可是他整栋透天厨 就是大概香港的生活环境的可能五六倍 他们就还蛮满意的 然后物价也很便宜 但是他们有提到 就是说像我刚刚讲那一对夫妇 他们是自己来办投资移民 那他们香港的 就是说在香港的环境 就是比较重是SOP OK 所以他们自己就是来办移民的时候 就会先把每一项细节都先查好 那他是跟我开玩笑说 怎么每次就是来台湾这边办这些手续 或者说来台湾的银行开户等等 就是银行的那个行员 或者说那个办事处的这些人员 有时候都搞清楚那些SOP 反正我们自己不知道 那个法规怎么办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通常他们自己就安慰自己说 其实这也是台湾的一个面向 他们来台湾步调慢 这也算是里面的一个层面 那就比较习惯 OK 所以相对现在是很多那种年轻夫妇 事实上他们可能是为了下一代 也可能是间接为了自己 未来二三十年后退休做准备 当然更重要是为了下一代 好像相对有些父母也是因为 看中了台湾的教育的环境 而过来的是不是呢 对 这个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因为香港它毕竟是一个竞争 非常激烈的环境 那像很多小孩子的人 小一进去就是一堆小考 然后作业一大堆就是一刻都不得闲 那相较之下虽然说我们台湾 感觉上好像是天涯式教育 可是毕竟步调上还是没这么快 可能小一小二都还是蛮快乐的时光 那所以这个是吸引一些香港父母 就希望说让小孩子能够有快乐的童年 那么就想说来台湾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台湾教育的CP值也比较高 因为像我们采访到一对夫妇 他们是让小孩子在桃园念那个森林小学 森林小学 比较自然教学方法 对对对 那他是跟我讲说 就是他虽然说他来台湾 就台湾的学费跟香港的学费比起来 都差不多一个月就是台币两三万 是蛮贵的 但是台湾给的东西是香港的好几倍 香港给的就是最基本的 台湾就会变比较多花样 可能带他去到处学 比如说从一个 做一个淘气 然后从土要怎么学 然后到你要怎么雕塑 到怎么烧 从头到尾 台湾的老师都教得非常的详细 所以这对香港的夫妇 对台湾的森林小学教育 其实蛮有信心的 我觉得CP值非常的高 当然对于下一代的教育 相对所有的父母 相对都是比较重视的 实际上这个也是吸引香港 很多新一代年轻父母到台湾来 移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好像除了移居之外 当然你刚提到说移居 现在必须透过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20万美金的投资移民 但是对于有一些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超出20万美金 或者对于有一些 可能是真的是已经进入银法族了 他也不想用投资了 因为他没有必要 不想他去做事业了 但是好像这些人也在移居台湾 但是好像就不是用移居移民 是不是 对因为香港人他们来的话 是可以来台湾 就是停留三个月 就是寻一般那种旅游签 所以就是进出进出这样子的 对对对 那像我采访到一个香港人 他是很喜欢台南的环境 像我刚刚讲说香港现在对于那种 中国传统文化 或者说那种老港味的文化 其实都已经慢慢凋理 那他其实来台南一次旅游的时候 就发现说台南对于这种传统的文化 这种普通的文化 其实保留的非常好 他很喜欢那个味道 那刚好他在台南的时候就认识了一对 那个开书法这种用具店的那个老板 那后来就决定说他在台南买一个房子 然后就定期就是台南跟香港两地来回 大概每年都各待半年的时间 OK 所以是两边各待半年这样子 对 OK 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因为事实上他也不用 也不用准备这么一笔资金 做投资移民 但是他又可以经常来访两地 然后享受感受到享受台湾的这些生活的环境 其实也是蛮好的一种方式 等于是有一种是半long stay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变动的方法 OK 其实我们放眼全世界各国对于移民这件事情 我想都有一定程度的管理或制度 那当然毕竟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所谓的优劣 参半的两面 那我们再怎么看 就这么当发现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大量的香港人 移居台湾的这个这个现象之后 其实我们是欢迎的 但是对台湾整体的结构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或影响呢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首先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香港现在 因为毕竟说 大家都常常把香港人跟台湾拿起来 那香港现在大众文化其实是比较哈谈 因为早期可能在九七之前 香港会觉得说 有点看不起台湾 因为可能台湾的所得啊 或者说经济发展并不比香港好 而且香港那时候是英国的殖民地 那英文程度那 你就知道说香港一定比台湾更好 那但是在这一两年 就是香港很多的那个电视台 他们会来台湾拍一些相当文化的节目 那比如说像是香港的天王郭富城 他有拍了一部伪电影 就是讲说那个一个香港的男子 跟他的那个三岁女孩 到台湾旅游的那个经过 那在香港造成很大的轰动 就是香港现在大众文化 其实慢慢就是偏向哈台风 然后另外就是说 香港来台湾的那个移民人数判身 那其实也造成说那个 就是在房贷的金额上面呢 大幅的提升 像我们有采访到就是说 那个2018年第一季 那个汇丰银行的房贷金额 它净增加48亿元 比2017年同期增加三倍 那其实里面就有很多 是那个香港人的共识 OK他们为了要所谓的移居台湾 所以去做了房贷的申请这样子 OK那这种对待对于台湾的整个 这是他们带进来的一些 带来的一些影响或贡献 但是对于台湾这个土地 有没有什么样的冲击 冲击上来讲目前是还好 就是应该说像很多那个香港人 早几年来台湾的香港人 可能会在各地开一些那个 卖一些港式点心的这种店面 那这些港式点心的店面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把那种 他们想要保存那种老港位带到台湾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那也成为一些移居到台湾的香港人 他们定期聚会的这个聚所 那有一些可能还在观望 未来想要移民到台湾的这些香港人 那么如果说想要需要一些 更进一步的资讯 他们也会问这些 找一步移民来台湾的香港人 OK 其实对 其实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移民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其实我们都应该用更开阔的心中去看待 因为整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大的融合 其实我们也乐观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能够看见更多元的文化的融合 能够遇荡出更不一样的一些 不同的文化特色出来 其实我们也是在乐观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我想这是一个国际趋势 好 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 元件杂志的直升记者陈玉成先生 谢谢你 玉成兄 谢谢志愿大哥 谢谢各位听众 好 各位众朋友 我们下回Mr.Bear网路广播节目 再见咯 拜拜